你好 早上好 你好 约翰最近怎么样 没什么事 你呢 我挺好的 真你怎么样 他过得挺好的 谢谢 好久不见 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 再见 约翰 明天见 再见 下次见吧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志敏 很高兴见到你 跟我朋友打个招呼吧 你朋友叫什么名字呢 这是我朋友李善机 叫我善机吧 是你女朋友吗 不是 我们是老朋友 希望以后还能见到你 保持联系吧 你多大了 我38岁 他多大了 他21岁 您贵姓 我姓布朗 您贵姓 我姓金 您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我来自韩国 您住在哪儿 我住在韩国首尔 您是哪年出生的 我是1997年出生的 您是在哪儿出生的 我出生在美国芝加哥 韩国人觉得 芝加哥 以披萨 而有名 彼得来自哪儿 他来自中国 但现在住在首尔 是吗 我的妹妹 也住在首尔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公立学校的老师 您的母亲 做什么工作呢 我母亲 是医生 您妹妹的职业 是什么 我妹妹是中学生 她现在几年级了 七年级 您的英语老师怎么样 她结婚了吗 没有 目前还是未婚 我可以问珍妮 结婚了吗 她已经结婚了 您有孩子吗 有 我有四个孩子 我有三个儿子 和一个女儿 您在哪儿工作呢 我在谷歌首尔分社工作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我在软件公司工作 我弟弟是软件开发者 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三点整 请问现在几点了 七点十五分 您知道现在几点吗 一点三十分 您一般几点起床呢 我每天早上七点起床 今天星期几 星期一 今天几号 四月一号 您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三月二十九日 您知道母亲的生日吗 我母亲的生日是九月十八日 您的父亲是哪一年出生的 我父亲是一九六四年出生的 能告诉我您的出生日期吗 我是一九九七年 三月二十一日出生的 妈妈 我的包在哪儿 你的包在你桌子上 不知道我的表放在哪儿了 在桌子下面 请问邮局在哪儿 在道路拐弯处 您知道最近的银行在哪儿吗 在公园对面的快乐街 能告诉我您的学校在哪儿吗 在邮局旁边 请问音乐室在哪里 在二楼 不好意思 请问洗手间在哪里 在那边 请问运动服店在哪里呢 在面包店和理发店中间 请问离这最近的咖啡店在哪里 在酒店和药店中间 您的公司总部在哪里呢 在第九大街和饭街拐弯处 你好 早上好 你好 约翰最近怎么样 没什么事 你呢 我挺好的 真你怎么样 他过得挺好的 谢谢 好久不见 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 再见 约翰 明天见 再见 下次见吧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志敏 很高兴见到你 跟我朋友打个招呼吧 你朋友叫什么名字呢 这是我朋友李善基 叫我善基吧 是你女朋友吗 不是 我们是老朋友 希望以后还能见到你 保持联系吧 你多大了 我38岁 他多大了 他21岁 您贵姓 我姓布朗 您贵姓 我姓金 您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我来自韩国 您住在哪儿 我住在韩国首尔 您是哪年出生的 我是1997年出生的 您是在哪儿出生的 我出生在美国芝加哥 韩国人觉得 芝加哥以披萨而有名 彼得来自哪儿 他来自中国 但现在住在首尔 是吗 我的妹妹也住在首尔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公立学校的老师 您的母亲做什么工作呢 我母亲是医生 您妹妹的职业是什么 我妹妹是中学生 她现在几年级了 七年级 您的英语老师怎么样 她结婚了吗 没有 目前还是未婚 我可以问珍妮 结婚了吗 她已经结婚了 您有孩子吗 有 我有四个孩子 我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您在哪工作呢 我在谷歌首尔分社工作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我在软件公司工作 我弟弟是软件开发者 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三点整 请问现在几点了 七点十五分 您知道现在几点吗 一点三十分 您一般几点起床呢 我每天早上七点起床 今天星期几 星期一 今天几号 四月一号 您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三月二十九日 您知道母亲的生日吗 我母亲的生日是九月十八日 您的父亲是哪一年出生的 我父亲是一九六四年出生的 能告诉我您的出生日期吗 我是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生的 妈妈 我的包在哪儿 你的包在你桌子上 不知道我的表放在哪儿了 在桌子下面 请问邮局在哪儿 在道路拐弯处 您知道最近的银行在哪儿吗 在公园对面的快乐街 能告诉我您的学校在哪儿吗 在邮局旁边 请问音乐室在哪里 在二楼 不好意思 请问洗手间在哪里 在那边 请问运动服店在哪里呢 在面包店和礼拜店中间 请问 离这儿最近的咖啡店在哪里 在酒店和药店中间 您的公司总部在哪里呢 在地九大街和饭街拐弯处 你好 早上好 你好 约翰最近怎么样 没什么事 你呢 我挺好的 真你怎么样 他过得挺好的 谢谢 好久不见 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 再见 约翰 明天见 再见 下次见吧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智敏 很高兴见到你 跟我朋友打个招呼吧 你朋友叫什么名字呢 这是我朋友李善机 叫我善机吧 是你女朋友吗 不是 我们是老朋友 希望以后还能见到你 保持联系吧 你多大了 我三十八岁 他多大了 他二十一岁 您贵姓 我姓布朗 您贵姓 我姓金 您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我来自韩国 您住在哪儿 我住在韩国首尔 您是哪年出生的 我是一九九七年出生的 您是在哪出生的 我出生在美国芝加哥 韩国人觉得芝加哥 以披萨而有名 彼得来自哪儿 他来自中国 但现在住在首尔 是吗 我的妹妹也住在首尔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公立学校的老师 您的母亲做什么工作呢 我母亲是医生 您妹妹的职业是什么 我妹妹是中学生 她现在几年级了 七年级 您的英语老师怎么样 她结婚了吗 没有 目前还是未婚 我可以问真妮结婚了吗 她已经结婚了 您有孩子吗 有 我有四个孩子 我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您在哪工作呢 我在谷歌首尔分社工作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我在软件公司工作 我弟弟是软件开发者 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三点整 请问现在几点了 七点十五分 您知道现在几点吗 一点三十分 您一般几点起床呢 我每天早上七点起床 今天星期几 星期一 今天几号 四月一号 您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三月二十九日 您知道母亲的生日吗 我母亲的生日是九月十八日 您的父亲是哪一年出生的 我父亲是一九六四年出生的 能告诉我您的出生日期吗 我是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生的 妈妈我的包在哪儿 你的包在你桌子上 不知道我的表放在哪儿了 在桌子下面 请问邮局在哪儿 在道路拐弯处 您知道最近的银行在哪儿吗 在公园对面的快乐街 能告诉我您的学校在哪儿吗 在邮局旁边 请问音乐室在哪里 在二楼 不好意思 请问洗手间在哪里 在那边 请问运动服店在哪里呢 在面包店和礼拜店中间 请问离这儿最近的咖啡店在哪里 在酒店和药店中间 您的公司总部在哪里呢 在第九大街和饭街外关处 你好 早上好 你好 约翰最近怎么样 没什么事 你呢 我挺好的 真你怎么样 他过得挺好的 谢谢 好久不见 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 再见 约翰 明天见 再见 下次见吧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志明 很高兴见到你 跟我朋友打个招呼吧 你朋友叫什么名字呢 这是我朋友李善基 叫我善基吧 是你女朋友吗 不是 我们是老朋友 希望以后还能见到你 保持联系吧 你多大了 我38岁 他多大了 他21岁 您贵姓 我姓布朗 您贵姓 我姓金 您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我来自韩国 您住在哪儿 我住在韩国首尔 您是哪年出生的 我是1997年出生的 您是在哪儿出生的 我出生在美国芝加哥 韩国人觉得芝加哥以披萨而有名 彼得来自哪儿 他来自中国 但现在住在首尔 是吗 我的妹妹也住在首尔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公立学校的老师 您的母亲做什么工作呢 我母亲是医生 您妹妹的职业是什么 我妹妹是中学生 他现在几年级了 七年级 您的英语老师怎么样 他结婚了吗 没有 目前还是未婚 我可以问珍妮结婚了吗 他已经结婚了 您有孩子吗 有 我有四个孩子 我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您在哪儿工作呢 我在谷歌首尔分社工作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我在软件公司工作 我弟弟是软件开发者 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三点整 请问现在几点了 七点十五分 您知道现在几点吗 一点三十分 您一般几点起床呢 我每天早上七点起床 今天星期几 星期一 今天几号 四月一号 您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三月二十九日 您知道母亲的生日吗 我母亲的生日是九月十八日 您的父亲是哪一年出生的 我父亲是一九六四年出生的 能告诉我您的出生日期吗 我是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生的 妈妈我的包在哪儿 你的包在你桌子上 不知道我的表放在哪儿了 在桌子下面 请问邮局在哪儿 在道路拐弯处 您知道最近的银行在哪儿吗 在公园对面的快乐街 能告诉我您的学校在哪儿吗 在邮局旁边 请问音乐室在哪里 在二楼 不好意思 请问洗手间在哪里 在那边 请问运动服店在哪里呢 在面包店和笔办店中间 请问离这儿最近的咖啡店在哪里 在酒店和药店中间 您的公司总部在哪里呢 在第九大街和饭街外团处 请问邮局在哪里呢 请问邮局在哪里